表达舞台 炎热的夏天 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炎热的夏天 请您注意防暑降温 啊 停电了 风晒不转了 啊 啊 还是不行啊 怎么办 好热啊 冰棍能降温 幸好我还藏了一根 我的冰棍都热化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 能凉快下来呢 孩子们 炎热的夏天 吃西瓜可以降温哦 哇 冰冰的大西瓜 好凉爽啊 爷爷 快切给我们吃 好凉爽啊 你们慢慢吃吧 我还是喜欢到的 我还是喜欢去大树下乘凉 乖乖乖乖 Hag 达乖乖乖乖 81 salut 又热了 快吃西瓜 吃不下了 爷爷 我们又热了 好热啊 爷爷 安静下来就不热了 你们看 我就不热 扇子 有了 团子 我们去找两把大扇子 好凉爽啊 不错 乖乖龙 你呢 爷爷 我也很凉快 我要使劲儿扇 比你更凉快 好累啊 我扇不动了 团子 咱俩互相扇风吧 这样就能轮流休息了 好 我先来看我的超大风 好舒服 该你了 该你了 看我的龙卷风 我的超级龙卷风 我还有个好办法 等我一下 哇 重庆游泳池 炎热的夏天 游泳也是能降温的哦 真是太好玩了 哇 好玩 凉不爽呢 花花龙 团子 我们能一起玩吗 天气太热了 当然没问题 快进来吧 啊 itt свидam 哇 是小香瓜棒 天气好热啊 快来加入我们吧 有吃鱼可凉爽啊 好啊 我来啦 凉爽的晚风 好舒服啊 年月的夏天 再来吃块冰凉的大西瓜 好啊 表达小讲堂 嗨小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好热啊 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来降温 我们经常用 炎热这个词语来描述夏天 你可以说炎热的夏天 或者天气炎热 夏天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个词语 凉爽 凉爽就是凉快舒服的意思 比如夏天吃西瓜 游泳都会让你感觉凉爽 你可以说我感觉很凉爽 夏天还有凉爽的晚风呢 你在炎热的夏天 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多喝水 待在阴凉的地方 都可以让你感觉很凉爽 炎热和凉爽 这两个词语 你学会了吗 快去生活中用一用吧 让我们开始